5月21日 新加坡航空一架从伦敦飞往新加坡的航班途中遭遇严重湍流 乱流 紧急迫降泰国曼谷机场 目前至少造成一死数时尚 现场亲历者描述事发时的惊魂时刻 尖叫声四起 乘客撞天花板 很多人吓得浑身颤抖 21日深夜 新加坡航空发布声明 新航计划于20日游伦敦 希斯罗飞往新加坡的SQ321航班 飞行约10小时后 与伊洛瓦底盆地上空3.7万英尺处 突遭极端气流颠簸 飞行员宣布出现紧急医疗状况 航班于当地时间21日15时45分被降网 该驾客机为波音777-312机型 SQ321航班上 共在有211名乘客及18名机组人员 声明说 现确认有多名人员受伤 并有一人不幸于难 截至新加坡当地时间21日19时50分 有18名伤员已住院治疗 另有12名伤员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余乘客及机组人员正在曼谷 苏万纳普国际机场接受检查及治疗 据财联社报道 根据接收伤患的泰国 Semadik Srinikarin医院披露 总共有71人被送往该院 其中有26人轻伤 39人伤势稍重 另外还有6名乘客重伤 部分伤患正在连夜接受手术 机场方面早些时候曾表示有7人重伤 另据法新社 有7人因头部受创 身受重伤 根据网传的图片显示 飞机客舱内一片狼藉 餐具 食物散漏 英国BBC报道 新航在提供餐点时 突然坠落 73岁英国男子杰夫 激亲一次心脏病发死亡 另有30多人受伤 与他同行的妻子已住院治疗 英国人安德鲁 戴维斯 Andrew Davis 描述了事发时的最初几秒钟 可怕的尖叫声和听起来像中击声 他说 我记得最深刻的是 看到物体和东西在机舱内乱飞 我浑身都是咖啡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严重湍流 另一位乘客表示 飞机突然开始倾斜和摇晃 28岁学生阿兹米尔 Pseffron Esmer 告诉路透社 事发时 飞机先是突然向上倾斜 然后摇晃 接着剧烈的坠落 导致没有坐在位子上 且未及安全带的人 猛然撞到天花板 他表示 有些人的头撞在行李舱的顶棚上 把他撞凹了 他们撞到了灯和面罩的地方 直接把行李舱撞传了 68岁的英国人杰瑞 Jerry正前往澳洲参加儿子的婚礼 他说 我的头撞到了天花板 我的妻子也撞到了 一些四处走动的人 最后都发了跟头 美联社报导致 分析航班监测网站 Flightradar24数据 SQ321班机 原先在高度3.7万英尺航行 但班机突然在三分钟内 下降至3.1万英尺 即下降约6000英尺 约1828米 停留不到10分钟后 最后迅速降落曼谷 湍流也被称为气流扰动 由风速和风向的变化引发 在严重湍流中 飞机的高度可能会发生较大的突然变化 飞机可能会暂时失去控制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在极端乱流中 飞机会剧烈颠簸 几乎无法控制 当地时间22日五十许 新加坡航空公司SQ321航班上的大部分乘客 搭乘新航提供的另一架航班 从泰国曼谷 飞抵新加坡张义机场 大家好,我是张展 我5月13号上午5点 警察送我回到上海五哥的房子里面 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和关心 希望大家都好 我真的不用说什么 这个盖盖棚布就不对是吧 改了你照片没改 加棚布了照片没有 这是新车 你回去把照片改上棚布 加棚布把照片改了 你没改照片 明白没有 手机号码背一下 不用罚款了 手机号码背一下 你拉啥东西也要盖一下 是不是 你盖归盖 我给你开个单 你就走了 明白没有 又不扣你车了 这个改变车的外观还要扣车呢 没有改外观啊 加棚布就已经改了 我拉啥东西也要盖一下的 你盖你手机号码 我们再等着这个加棚布 手机号码背一个 153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 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